《基本法》23條立法討論了很多年 最新政府有沒有一個時間表 什麼時候做呢 律政司司長林定國 說律政司和保安局的相關工作小組 正是不斷檢視現在法律有什麼不足 和參考其他司法管轄區的做法等 你說哪年哪日哪日做得成 實在是今時今日是講不到的 今天你問我 今天這一刻是未完成了 我們認為是必須要做的事 但是我們的立場是很清晰的 憲制責任是不容置疑的事情 他強調23條立法勢在必行 而立法要取得社會平衡 沒有一個安定的環境 國家不安全有風險 社會有出願動盪的話 謀求發展追求個人幸福安居樂業 這些全部都是鏡花歲月 沒有可能的同樣關注的 就是我們香港人很重視人權自由 怎樣在這方面做一個合適的平衡呢 維護到國家安全這個大前提之下 怎樣去顯示我們非常之尊重人的 基本人權自由呢 雖然大部分都不是絕對 我們要取得平衡 這個平衡 是否滿足到社會上所有人的期望呢 無論我們提出什麼提議 一定會有不同的意見 香港這麼言論自由的社會 其實是很正常的事 我自己的原則是理直氣壯 你要跟別人解釋的時候 你有沒有信心說服到別人 這個世界都是講法理情 有道理 講人情 我想我就沒有這個水晶球 但我們一定是努力去確保 是會做好的解說工作 我相信香港市民絕大部分 都是很理性的人 是會聽道理 是會聽解釋 林定國說政府會做好法治教育工作 給市民正確認識憲法、基本法和香港國安法等